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 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非常欢迎您收听原彩飞扬 我是你在空中的好朋友英如 说到为母则强呢 在在美母亲的伟大 指的是当女人有了孩子之后呢 常常啊就会发挥出 令人难以想象的意志力 但与此同时 我们也看见了 他们的无助跟脆弱 当孩子出事了 妈妈的担心受怕 吃不下啊睡不着啊 压力恐惧啊忧虑啊 全都找上门来了 虽然身为一名妈妈 不可能没有烦恼 但是我们可以怎么做 能够帮助自己 成为一名满有喜乐 满有信心和力量的妈妈 陪伴我们的儿女 突破他们遇到的困难呢 让我们一起来欢迎 今天的特别来宾 是一位结婚呢 快要三十年的 也育有一双儿女的张静灵 静灵姐你好 你好 英如 先请静灵姐介绍一下 两个孩子嘛 对不对 一男一女 老大今年二十六岁 老二二十三岁 有时候看着孩子已经长大了 会不会觉得好欣慰 是啊 那会觉得很多的一些压力泄除吗 我们常常有时候说 孩子在小的时候担心他 喝奶喝不够啊 到学校又担心他什么 可是实际上到现在 你就担心他 未来的婚姻啊 将来其实当父母就是这样 你心中还是总是有一个挂心的事 真的哦 这是甜蜜的附和 我曾经在孩子青春期的时候 我跟他们说 因为妈妈过去学过幼教 所以当你们出生 整个那个对我来说 就还好 就是因为有过去的一些经验 可是当进入青春期 那又是不一样了 所以我也曾经跟他们说 妈妈给你们道歉 因为我是新手 对于青春期的孩子 我是新手 妈妈还在学习的过程 可能在处理上不是那么恰当的 我觉得做儿女的 也真的是要体谅爸爸妈妈 因为他们也是新手父母 是是 对啊 我们自己面对很多生命的挑战 可能我们的爸妈 他们也跟我们一样 是第一次在面对 所以像今天邀请到 黄妈妈来到节目当中呢 其实就是要聊一聊 你在养育儿女的过程当中 有遇到一个 真的是蛮大的挑战 发生在您的大女儿的身上 是当时候女儿遇到了什么困难 那时候她是国一 出现所谓人家说的拒绝 那个事情对我们家来说 真的是哇晴天霹雳啊 那个是很突然的一个状况 那段日子真的是很恐怖的 很恐怖的日子 很恐怖 对每天 对那个事情就是一直持续 她不是说你处理完一个事情 解决了没事了 不是她是一直在持续 一直在持续 所以整个心每天你就是在那个紧张 然后压力很大 恐惧 害怕所有焦虑 紧张 所有那些情绪统统在里面 当你躺下睡觉的时候 因为你不知道孩子 等一下是不是会有状况了 所以你整个心思掉在那里 然后在注意他的动静 等一下会不会怎么样了 所以你整个心思在很害怕的里面 我觉得在那一个时候 如果不是神 那是没有办法走过来的 在那段时间到现在还是一样 我会觉得说 哇回想起来真的是有神真好 因为若不是他要走这个过程 真的是很困难 很困难 只能每天就是祷告再祷告 祷告再祷告 就是这样子 对 哇所以有一个神可以来倚靠的时候 那个整个情形是不一样的 对 那我想在黄妈妈分享怎么样来陪伴你的大女儿 她叫乔乔 就是她的乳名 这很可爱 就是灵乔的乔 在陪伴乔乔的这个过程 我们在分享这个过程之前 我想先来谈一下 就是黄妈妈你自己是怎么成为基督徒的 因为我是应该是第三代的基督徒 所以应该说在母妇当中 就是基督徒了 从小就从主力学开始 但是后来一直到国中就开始 没有很认真去 后来就干脆就没去了 所以觉得教会无聊是不是 对对对无趣 那主要也是因为我们在东港镇 我不是在镇内 是在镇外 所以我还要再做公车 那时候都是我们自己 我们自己做公车去 所以种种 其实总规矩应该就是懒惰了 说实在话的那段时间 我想耶稣对你应该也没什么吸引力了 那为什么是什么原因再回到教会啊 我记得那时候高中参加了一个 学生的一个营会 然后我还知道那个主题叫做 八零年代何去何从 然后在那个营会当中 其实实际上是被有一个国中生刺激到了 我那时候高中 那个是一个国三的女生 哇我听他 哇这祷告起来真的是不得了 我想说哦怎么会是这样子 那时候我在我的心里面 就开始有一个被触动了 开始有羡慕 我觉得那是一个开始 在那个营会里面那是一个开始 为什么你会这么羡慕他 其实我也不知道耶 可是那时候我就觉得 哇他才高深就这样子 那我现在高中我在干嘛 我觉得连这样的一个心事意念 这样的一个感动都是很放下来的 所以那时候回来我就 我就自己跑去找牧师了 今天团结什么时候几点聚会啊 然后牧师告诉我 哇很棒啊来啊 但是我还是没去 所以一个很大原因是因为 我就是比较内向嘛 那虽然我里面很想要 还是却不 所以后来是有一位天使来带你去吗 对对对 我很谢谢我的表妹 因为我们都在同一个教会 对所以他那时候就说 好那我来家里接你 他骑摩托车 我们在南部很多骑摩托车 他骑一台我自己骑我自己的 他就来等于他来陪伴我 邀我一起 然后我们就骑摩托车到教会去 他就是每个礼拜都来接我 壮胆嘛 然后这样子有人陪伴 然后我就进去 慢慢就越来越好了 但是突然间有一天 他说他不能来 他有事 所以我说哇这下子怎么办 我开始又担心害怕了 但是那一天我心里面就想 如果我再继续这样 我若不跨出这一步 我还是不可能回到教会 所以那一天我就勇敢的自己 就骑摩托车去了 就这样 然后就开始了 进入正常的教会生活 像有一些的年轻人 他们可能就想说那我就不要去就好了 我就永远不要去教会 我就永远不会面对到这个 突破我害羞的事情 就是为什么你还是会愿意想要突破 这个关卡 其实我现在在讲 我就想到说 其实这样的一个模式到现在 我在面对一些 选择一些 我觉得有感动要去干嘛的事情 有时候会因为考虑东考虑西 等等会有一点 还是慢一点好了 还是怎样 可是在我里面会有另外一个 就是如果我这一个 我没有这样跨出去 我就永远就停在这里 而且若是神要我这样做 如果不去做 我们要与神对齐嘛 如果神要我这样 让我自己还不要 那我们还一天到我们祷告说 主啊我要进入命定 但是我期待我到B点 可是我一直停留在A点 所以我一定要从A点通过 我才能够到B点 可是常常会在这里卡住了 在A点就卡住了 所以在我里面实际上我都会想 我如果要期待 我能够与神对齐 走神要我走的路 我一定要通过这一天 所以在这样的时候 我就会 好就给他下去 虽然这样跨下去 我不晓得接下来会怎样 可是我知道神负责 若是这是神的带领 神负责 因为没有跨出去 你又永远不知道 那个风景到底是怎么样 是 那静灵姐是什么时候受洗的 大概22 那为什么后来决定要去念神学院 其实很早以前也都有人会说 去念神学院 可是我觉得 这个是我怎么可能去念神学院 可能的事情 对 因为这完全没有在我脑袋 可是有不同的人跟我提过 那后来就 我觉得那是神放下来的一个感动 因为那时候在教会里面 我只会师班 然后也在诸如学的服事等等 就蛮多的参与 那也看到教会的一些光景 有时候会到别的教会 就会说 哇 我觉得神把一个渴望 想要被神使用的心 放在我的里面 那时候我就想 如果赚很多钱 就只是赚很多钱 让我生活很好过 那这样子 我要做什么 所以那时候有一个渴望 是我想要 我的生命能够被神使用 我觉得这是一个 最大的一个动力在这里 所以我觉得 好 那我就 就是要去考神学院 好像在就读神学院的 这个过程当中 也是你在生命上面 这个信仰生活 生命上面 一个很大的突破 结婚后 是在就读神学院的过程中 遇见了黄沐星 对 因为我在神学院 二年级的时候结婚 所以要说的话 也是在神学院的时间 我那时候已经快要毕业了 那时候很早婚 但是因为我在外面工作七年 所以差不多试婚年龄 对 我才进神学院 在那一段时间 因为已经在幕会了 我觉得好像空空的 空空的 那个空空的 也就是说 我现在是一个师母了 可是我就这样子 当然我每天早上的 那个固定的读经 那是都有 可是那很简单 只是很简单的 就跟神亲近 那个是好几年的一个习惯了 可是我觉得 应该不是只是这样子 因为那个一点点 然后我很渴望 能够开始读圣经 然后我觉得我当师母 让我陪伴这些姐妹 我怎么牧养她们 我自己都没有这样 那我怎么去帮助她们 我就想要再更多 想要再更多 想要再经历更多 对 特别在读经上面 我那时候是这样子 因为我觉得我读得很少 但是我不晓得怎么样 能够更好的去读她 那时候刚好就是有人 介绍我看那个书 他里面讲到更丰盛的生命 奔放的生命 他那个书名 在那当中他提到她 早上四点起来 这么早 对 可是在那时候 我觉得那是神放下来的一个感动 因为很渴望去经历 他所经历的 那很渴望我想说 哇四点要起来 这有点困难 但是我想要尝试 所以我就把闹钟 用五点半 第一次的时候 用五点半 我跟神说 主啊明天我五点半起来 你叫我 你央的时候 我就要真的起来 要帮助我起来 闹钟五点半央的时候 我就真的就就给他起来了 两天以后 后来我就跟神说 主好 我再把他用到五点 就渐进五点 好 我还是就起来 其实那时候 我给自己一个 一个立定心志 下定决心 一醒来那里 如果我稍微再犹豫一下 想要睡一下 那一定就就睡下去了 对 所以我那时候就下定决心 说不管如何 只要一样 我醒来 我就要起来 我不能让自己再这样子 妥协 所以那时候后来我就 好 很快的 我就闹钟 就用四点 就这样起来 开始了早上 四点成根的这一个时间 靳林姐 你有一个习惯 是你会写笔记 通常是写 这一天我问的问题 我跟神问的问题 神回答我的 我写下来 所以当在这 当然就看到恩典 看见神对一些问题的 给我的一个回应 那我的心也就平安了 最开始早上四点 那个时候 持续几年时间 那真的是 甜美的时光 那个叫做有问必答 所以你很兴奋 你早上起来就是很兴奋 因为你要知道 今天神又要对你说什么了 你很兴奋 但是慢慢的 我觉得那是神的一个鼓励 因为他鼓励我能够持续 能够早上这样子 但是不是一直都这样 有时候问了几天 还是没有答案 所以有的时候要学习等待的功课 对 这是不同的一个阶段 其实我开始早上四点起来 读基那时候 在夏天 起来很简单 如果要说的话 用肉体来说 比较容易 可是到九月的时候 就已经渐渐天气 不像现在 现在是不一样 九月 十月 天气就开始 转凉了 早上要这样起来 就开始有点挑战了 所以我就问神 我想说 那来问神看看 是不是我不用那么早起来 我记得在那天 我就一样 我想说我来问神 我就问神 我说 主啊 我要来看你的话 是不是我就不要早上 那么早起来 因为现在天气转凉了 那主求你给我话 你说了 我就遵行 我读今是按照次序 所以在那天呢 就刚好读到那个 真言二十章四节 他一讲 我整个 全部都 醒起来了 他说 懒惰人因东韩不肯耕种 到收割的时候 他必讨饭 而无所得 不要贪税 免治贫穷 眼要睁开 你就吃饱 哇 哇塞 当口宝贝 对对对 非常的清楚 所以你不能再 再有什么了 有神说了嘛 哇 所以为什么会 一直坚持 一直持续 是因为神已经说了 这个字句上 完全是符合 我的整个的状况 所以这是其中的一个 还有一次 我记得 那时候我早期 生活比较辛苦嘛 我记得那时候 在 因为礼拜天 你是一个师母 你的打扮 你的穿着 不能太随便 可是呢 因为我平常都随便穿 牛仔裤啊 上衣就这样 可是那时候 我记得 我很需要一件外套 特别在 这那段时间 刚好教会有告别式 我们到那个山上去 很冷哦 会有就问我说 师母啊 你穿这样不会冷吗 会啊 怎么不会冷 会啊 可是因为我没有适合的 可以搭配的外套 所以那时候 我就跟神要 那早上的时候 我就是跟神要 我说主啊 我很想要有一件外套 搭配 长裤也可以 长裙也可以 短裙也可以 万用外套 对对对 就我需要有一件 这样的外套 主求你 我将这件事交给你 就这样的事情 我也到他面前 问他 然后呢 那天呢 一样的 按照次序看 在诗篇 二十篇 他说 愿他从圣所救助你 从习安兼顾你 纪念你的一切贡献 悦纳你的番继 将你心所愿的赐给你 成就你的一切仇算 当我看到这句话的时候啊 我的心那个叫 好像吃了安定碗一样啊 心就安下来了 然后接着呢 有个兴奋 因为神已经说了嘛 他纪念我所摆上的 他要来成就我心里所想的 他将我心里所想的事给我 所以我就抓住了 那个信心是知道 好了 那我就开始等 很兴奋的在等 然后过没几天呢 就牧师 就是我们这边 牧师的这边的三姐 就来我们家 他来我们家是 因为那一天 他要带我公公去买衣服 所以中午就在我们家吃饭 然后呢 他就说 金灵啊 你也一起来 我买给你 我们就一起去 哇 就真的 就一起去 那时候我心里面就 开始 因为你在观看神的周围嘛 所以就这样 哎呀好 那就去了 那去 哇 开始他说 你看哪一件 外套 因为他帮我公买外套 所以当然去到外套的店 就哇 感谢主 就真的买了一件外套 那件外套就适合 我跟神所求 我要的 长裤 短裙 长裙 都可以 还有另外 他又买了一套套装给我 他说 金灵啊 这件 你看你喜欢 这件 真的很恩典 真的很相信神是信实的 我觉得这是在我的 独精灵修当中 很宝贝的地方 是啊 而且从那个时候开始做 一直到现在 应该也超过十几年了吧 哇 所以这个当中 经历了大大小小的恩典啊 真的是都说不尽了 那我就想到 刚才 金灵姐有谈到说 在还没有开始 早上四点起床 读经 祷告的时候 你说当时候觉得 自己的生命是空空的 所以当你这样的做之后呢 是觉得 哇 生命真的是越来越有力量 是不是 我觉得一个很大的突破 就是从我开始早上起来 开始读经 我觉得那是一个在无形当中的 因为神说当你亲近他 他就会亲近你嘛 所以当我来到他的神的面前 我觉得那个神的同在 神的生命就一直不断 不断的在我的里面 我觉得整个的生命的 那个改变是在这样的当中 是渐渐的 是渐渐的 然后你开始 你带出来的生命 因为你自己经历了嘛 所以我记得那时候 因为我带主日学 还有带妇女团系 我记得小朋友那时候 因为你经历了 所以你就跟他们分享 我记得我带中年级 三四年级的小朋友 我就也鼓励他们 我说老师现在开始 怎么样怎么样 你们要不要也是看看 他每天读经 哇 我觉得那班孩子 真的是被调忘起来 三个孩子上学之前 他们就先读完经 然后才去上学 我觉得说当我们生命 你没有这个东西 你就不可能给别人 你不可能给别人 你没有 所以这个是在我跟神 就是在这样的一个 开始建立这样跟神的关系 读经以后 带来在服事上的一个 很大的一个不一样 所以说到这个陪伴儿女 作为一个母亲 如果自己的内心 缺乏这个力量的话 缺乏这个信心的话 其实是不是真的 也很难陪伴自己的子女 是的 没有错 很难很难 因为我们所有的力量 都是从神来 没有神 你就什么都没 不可能 你外面的知识 那个会告诉我们 你应该 你可以怎么做 你可以怎么做 一些心理学 一些什么的 可是很难 因为若不是要我要建造 建造 你就枉然劳力 诚词若不是要我要看守 看守的 你就枉然警醒 这是圣经里面的话 神告诉我们 若是我们在所做的事情上 没有神帮助我们 那是不可能成功的 你也没有办法 可以去做到 所以在这个过程 真的神太重要了 是 我们今天在 原彩非常节目当中 邀请到的就是 结婚将近三十年 也养育一双儿女的 张静玲 静玲姐 我们在一段歌曲过后 就要来谈一谈 静玲姐当年是怎么样 陪伴大女儿 悄悄 走过拒学阵 而这个过程当中 真的每一天 都面对很棘手的事情 但是神怎么样带给静玲姐 有力量 陪伴着悄悄 一起突破这个生命的困难 我们在歌曲过后 要来分享这个精彩的故事 天父 求你柔软 我的心田 好让我一生 渴慕你的同在 天父 求你借尽 我的心里 好让我陪得 领受你风声能叠 你的痛在有助 是我全心所刻目 将我分别为神 一生来荣耀 你的痛在有助 你的痛在有助 是我全心所刻目 更新我的生命 满足我的灵魂深处 你的痛在有助 你的痛在有助 是我心一切所需 将我分别为神 一生来荣耀你 将我分别为神 一生来荣耀你 亲爱的朋友 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 台湾旧人之声广播中心 制作的云彩飞扬 我是你在空中的好朋友 英如 今天我为你邀请到的 特别来宾呢 是一位结婚已经将近 三十年养育一双儿女的 张静玲 静玲姐 静玲姐我们今天的 节目的主题呢 就是作为一个母亲 怎么样帮助自己 成为一个有力量 有信心 有盼望 有喜乐 有平安的一个妈妈 然后可以帮助我们的儿女 当他们遇见困难的时候 不仅能够扶持她 也能够帮助她 也能够来带领她们 那其实我觉得这一点 真的很困难 因为妈妈也是人 妈妈不是钢铁人 所以我想在 接下来节目当中 要请静玲姐 因为您自己也走过一段 非常不容易的一个过程 稍早之前呢 静玲姐有跟我们提到说 其实大女儿 曾经有出现一个状况 是拒学症 就是拒绝上学的一个症状 女儿是在国医的时候 开始显露出这个拒学症的情况 那可不可以再跟我们谈一下 这个拒学症是会有怎么样的反应 其实开始的时候 其实在之前的一个跨年 跨年的时候 因为教会都会 祷告会会抽金句 可是在那年我抽到的是 不要怕只要信 你的女儿就必得救 我抽到这一句的时候 我有点傻眼 我想说那这是怎样 他会怎样 那个有一个担忧在那里 因为几乎每年我抽的 几乎在那一年 我会去经历到那一句话 很多都是鼓励很棒的话 后来这句话 真的是我很大的一个去抓住 我不是去看到说 哇糟糕孩子会发生什么 而是我看到前面讲的 不要怕只要信 只要信你的女儿就必得救 所以在事情还没有发生的时候 神已经给我这一句话了 所以我前面 我就是抓住这一句话 他在一年级进入第二次断考的时候 他那时候就说他害怕 要考试了 他就说他害怕 开始紧张焦虑 可是我们不晓得是为什么 那也跟学校老师讲他的情形 看老师是不是可以协助 可是因为老师好像这部分 他也还不是很清楚 所以那个时候我们真的就是 就是很担心 每天要去学校 他就开始出现他很紧张 就是害怕 我害怕去学校 可是孩子还是很勉强的 还是出门的 记得有一次是有点夸张了 因为已经在门口了 家门口要出门了 那因为每天早上出门的时候 一定会为他们祷告 然后再出去这样子 所以一祷告完了 他就抓住家里那个 你说门框吗 门框 就是抓住 他就哭了 我不要 我想说 怎么会是这样的情形 他就害怕 但是那一次还是很勉强的 还是去了 对 但是那时候其实我们心里就开始在担忧 到底是怎么了 就开始找一些书啊 那也跟学校讲 但是学校就说 他在学校还好啊 然后一直到 真的就是崩溃了 我记得那天是6月3号 都还记得那天 礼拜天 我们忙了一整天 回到家 通常比较严重 就是在礼拜天 6日还好 到礼拜天的时候就出现了 那一天就整个完全崩溃 大哭哭得很大声 因为明天要上学了 那当然这种情形 当然隔天就不能去上学了 然后接下来我们就面对 一连串的 他整个这样 然后过几天 我们就说 要不然带他去看那个青少年的身心科啊 带他去了 然后医生说 这是自律神经失调 然后但是开回来 药我们也不敢让他吃啊 真的 真的 不敢让他吃 我想说 这个是怎么样 然后那是在开始的时候 渐渐的就 因为那个情形就是 只要一碰到书 只要一讲书 恶心啊 就是想吐啦 然后就喘不过气啊 就是这些状况 所以那个时候家里面有几个关键字不能讲到 书 学校 老师跟同学会不会也是关键字 特别是面对考试 特别跟他讲说 诶 评量 书啊 明天要考什么 他真的就不太能够这样正常了 那个时候是接近第三次断考 学期快结束了 等于是一上快要结束的时候 所以在那个时候 他将近有一个月的时间 就是完全 没办法到学校去了 就那个叫请长假 然后最后呢 你还是要得有成绩 所以呢 最后还是怎么去考试 因为那时候国三的已经毕业了 学校就说好 没关系你带他来 他连要进校门都是很大的一个困难 很困难 那个他学校特别就让我们进入国三 已经离校的他们的教室 所以是空的教室 空的教室 然后我就带着他 我记得断考最后一次 因为你一定要有成绩 最后一次是我就带着他 诶 都没人 都没人 然后就这样直奔国三的那个教室 那里面都没人 然后我就跟他在那里 陪着他把考试权写完 然后要走进那个校门 他一直抖 一直抖 抖得很厉害 你都可以知道 那个一直抖 很害怕很害怕 那时候看到他这个样子 会觉得哇 真的不忍心 是是 是真的不忍心 因为这样的时候 我的心整个也会揪起来 是 因为我要帮助我自己 但是我要 我要帮助他 那个 那个过程是 因为我一定要稳下来 我要稳下 可是我要稳下来 这一个 我觉得是 是很不容易的 但是我必须要稳下来 所以只能一直在里面 猪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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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心中呼喊神 只能一直猪啊 然后 陪着他 可是陪伴他的这个 我又必须在他面前 我是很 很好的 金灵姐 你后来是怎么样 去了解到大女儿 悄悄 拒血症是 为什么会发病 是 会拒血的孩子 他的因素有很多 每个人都不同 他没有一个固定说 一定就是这样 但是大概有一些 然后以他的情形来说 因为他是在美术班 在他们学校 美术班跟一般普通的班级 关系不是很好 可是在他小学 同班 同学校的 进到那里的 都在普通班 他是在美术班 只有他一个 可是他们班上 其他的人是从各个 从其他的不同的学校 而且他们本身在小学 就已经是美术班了 所以他们等于 他们都是熟的 只有他一个不是 再加上 因为美术班 跟普通班的关系不好 说哎呀 怎么样 然后他面对 他以前的同学 他们也会说 你们美术班怎么样 所以他等于夹在中间 这对他来说 是很大的困难 那就造成一个压力 然后再来 其实他出现害怕是 因为他在第一次 断考的时候 一不小心 他考了班上第一名 那考了班上第一名 然后是全校第二名 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形下 哇那当然是说 哇感谢主啊 很好啊 可是在第二次 断考的时候 班上同学就说 你要考全校第一名 因为美术班 没有在第二名的 美术班都第一名 所以这一次 你要第一名 哇这个就成了一个 很大的压力 压在他的身上 因为这孩子 本来他的个性 就是比较谨慎 然后比较认真 就他自己已经很厉害了 对对对 他给自己就已经 不用我们再告诉他 你要怎么样 他就很要求他自己了 现在同学把这个 灌在他身上 要他 哇 所以他才在第二次那时候 就开始出现害怕这个 心疼了 真的是 在帮助跟陪伴 这个孩子的时候啊 因为 其实您自己 是一个基督徒 就也是一个师母 那女儿呢 也是从小呢 就是带着他去教会啊 也是带着他认识神啊 然后他又遇到这个情况 这会让你对神产生质疑吗 这个部分 我觉得还好 应该说我是一个很单纯的人 所以我通常比较不会 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啊 什么 我就说 神你怎么这样对我 什么 这个问题比较不会在我里面 是一个问题 所以那时候 我对神不会有质疑 但是在等待的过程 我会觉得 要多久 在一年级一上 那时候结束 放假了 他就轻松了 那都很好 但是呢 当要开学了 哇 又开始要回到学校了 没办法 但是那时候 我们也做了一个决定 因为那时候想的只是 就是就让他能回学校 那想的只是都是回学校 所以说好 那妈妈陪你 我就陪你 陪你进学校 他说好 感谢主 学校真的是很恩待我们 他给我们一间教室 那个是协谈教室 还蛮大间的 里面还布置的美美的 有周近啊 干嘛的 学校还说 要不要给我们一个录音机啊 放个音乐啊 干嘛的 我就这样每天 每天早上牧师 就载我们到学校去 买早餐进去吃 都没有其他人 就只有我们两个在那里 就关在那间教室 中午牧师在买便当进来 就是关在那间教室 我就在里面 我要见机行事 就是要在里面 陪他 那时候适当的 看有什么课啊 你觉得比较 喜欢体育课可以先上啊 比较没有压力的 要不要试着进去看看 从一些课鼓励他 要不要进去看看 然后就是慢慢 然后学校也很好 有一些个别课的老师 一些主科的老师 数学啦 英文那些 老师他们会进到这里 会要教他几堂课 不是每一个老师都有进来 那除了老师有进来教他的 那样的时间以外 其他的时间 他完全不碰树的 然后我陪他在里面干嘛 每天就大包小包 包包里面装什么 包包里面就是装他的那些 画画的东西啊 他很喜欢画画 还有布啊 这是手工的东西啊 粘图啊 每天就是装那些 然后进到教室里面 进去就没有再出来了 下课也不会出来 因为不能让人家看到 就不能见着啊 就在里面 他就做他的事 我就看我的书 看圣经 然后祷告 整天就关在那里 然后他就做他的东西 然后有时候就跟他聊天啊 干嘛 然后试着鼓励他 哪一堂课可不可以进去 所以在那个下学期的半学期 每天就陪他在那里 但是到晚上 同样的模式就是会出现 就是到晚上的时候 他就开始会 情绪就来了 因为明天还要到学校去 所以他晚上 他很难能够睡觉 他就整个会在 一个很不好的情绪里面 他会暴躁吗 基本上是蛮温和的一个孩子 他最多就是哭 他就是哭 然后我陪伴他 那时候为了帮助他能够睡觉 晚上的时间 我就坐在他床边 我就拿着圣经 因为他会开始出现那个害怕 我就圣经 我说来 妈妈念一句 你跟着我念一句 然后呢 怕灯太亮 他不容易睡 所以那个灯 其实是很小的灯 然后那个圣经的姿势好小 然后我就这样子 然后我念一句 然后他 我就跟他妈妈念 你跟着我念 然后就从诗篇这样子 我知道的经文就是这样 就看他差不多了 我说好 那你现在不要念 妈妈念给你听 我就一直念 一直读圣经 一直读 读到他完全睡着了 然后我在小心翼翼的 念手念小的回自己房间 然后又怕那个门 那个声 把他吵起来 对 要很小心 然后再回到房间去睡觉 那有时候他就大概睡了 可是我就会在旁边 因为还不是那么稳 我就在旁边 一直祷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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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祷告他到完全睡着 就是他要完全睡着以后 我才能够安心的去睡 可是那个安心 也没有安心到那里 因为我躺在那里 随时就感觉 都在注意他的动静 他是不是又起来了 什么时候又怎样 因为他会 突然间又哭一声 或干嘛的 所以晚上的时间是这样 那白天呢 因为他晚上没有办法 好好地睡好 早上起来 那就真的困难 特别拒学的孩子 一个很大的一个特征 这是共同的 早上没有办法起来 因为他要面对去学校 所以这个对他们来说 他们就是不要起来 就不要起来 所以他没有办法 准时的早上那么早 就去到学校 所以每天晚上 我都要祷告 主啊 明天他要顺利的起床 明天要顺利的起床 这是最大的焦点 然后呢 白天就要祷告 主啊 今天晚上是平安夜 都是很OK的 他的情绪都很OK的 不会怎么样 会很好的早晚 这是在陪伴的时候 比较大的一个 在面对的是这个问题 对对对 那早上起来 都有时候要拉 然后他自己很痛苦啊 因为他是一个 一个很乖巧的孩子 可是在这样的当中 他没办法 其实他也知道 他自己 可是他就是 没办法可以这样 我只是知道说 绝对不能放弃 因为如果放掉 就完了 所以即使到后来 无论如何 每天一定要把他带出门 不能让他就在家里 每天一定要出门 那个时候有想说 在带看医生啊 什么的 吃药吗 嗯哼 对对 开始不是看那个身心科嘛 后来就一段时间 因为刚好也是 为什么会说是拒学症 因为刚好教会一个姐妹 一个青年啊 她是这些学校里面的辅导老师 她就帮忙查了一下 她就说 其实乔乔的状况 比较是拒学症 不是忧郁症 是拒学症 她的症状 哇 是这样子 那个心就又 比较又不一样的一个感觉 所以以前都一直以为说 该不会是得忧郁症 对 那个就是在开始的时候 因为那个状况 就跟忧郁症 是有点类似的 对 所以当这个姐妹 她告诉我是这样子的时候 她查一些资料给我 对 所以她也介绍出 专门有针对 这样的一个医生嘛 后来我有带她到荣种去看过 当然医生有开个药 找各样的方式 看可不可以帮助这个孩子 然后我们也问看看 有哪些人 只要听到人家家里有拒学的 真的就打电话去问 因为也不认识人 但是就打电话去 牧师就打电话去 对不起 请问 因为你在寻找帮助 当你听到有这样的 你心里会很安慰 因为别人的经验 可以成为你的帮助 好像孩子在拒学症的过程当中 后来你们也有决定说 在家里面上学 对 那个时候是在我陪她 一下在学校陪完了 其实后来她有一些课 越来越多课可以进去了 那老师也很帮助 就是有时候同学会来教室看她 那有些课 慢慢她就会可以回到教室去 学期结束的时候 是OK的 再过来就要进到二年级了 开学的时候 第一天 因为她预备了 因为她不是懒惰的孩子 她都想要恢复正常 跟人家一样 所以呢 第一天就去了 那三天我还特别跟牧师 因为刚好有特会 所以我们还很说 好那我们就去参加特会 就让她去学校了 然后第一天 第二天 第二天结束完 回来第三天的时候 就不行了 因为在第二天的时候 老师就宣布 国中就是这样嘛 放假完 你就马上要模拟考 所以老师就说 明天我们要考化学 压力马上来了 哇 因为这是她一个 很大的一个问题 面对考试 她就怎么样 怎么讲 怎么就在那里 就是不行 就不行 包括到后来 老师都打电话来 说没关系 你不用考 你不用考 你只要来就好了 就怎么样 她那个压力 整个就下来 就没有办法去 就是崩溃又哭了 是不是 对 她一样 一样就是哭 没办法 就是在那里 然后后来那一天 我们就 好 我不可能在一个学期 在陪着 这不是办法 然后刚好 也有人告诉我们自学 刚好在那个礼拜 也有人到教会 刚好她在讲 她女儿是自学 我说 哇 赶快赶快 那整个不是神在带领 因为白天才有人跟我讲自学 晚上那个讲员 讲自学 我说哇 下个我赶快去问她 然后就这样 我觉得我跟牧师两个 好 那我们就决定了办自学 就是从她二年级 就自学在家了 然后后来儿子 好像也跟着陪着姐姐 一起自学 因为这对她来说太刺激了 怎么姐姐那么好 可以在家 不用上学 我就要去上学 对 那一般自学来说都鼓励 如果不要单独一个 就是要的话 你就两个一起 是 任由一个陪伴嘛 对 所以就两个一起 任何的环境都不要去怕 全能的上帝 他必保护你 你不要惊慌 更不要去怕 全能的上帝 全能的上帝 任何的环境都不要去怕 全能的上帝 他必保护你 你不要惊慌 更不要惊慌 更不要惊慌 全能的上帝 保护你 纵然有疲乏软弱 无助的时候 全能上帝 他必看顾你 人生的尽头 开朗 领导的时候 全能上帝 他必保护你 祝你是我的盼石 祝你是我的山寨 祝你是我的盼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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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领导 我的眼浪花 纵然有匹发 软弱 无助 亲爱的朋友 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 台湾 救人之生广播中心 制作的云彩飞扬 我是你在空中的 好朋友 音如 今天我为你邀请到的特别来宾呢 是一位结婚已经将近30年养育一双儿女的张静玲静玲姐 所以这个自学一直到巧巧高中毕业 然后要考大学才结束嘛 但是因为那时候您在这个陪伴的过程中 其实你的心里面没有这个时间表 你不知道说到底要自学到什么时候 真的要崩溃了 那时候是真的 那个心整个就揪在一起 自己也陷入那种 那是一个很奇怪的氛围 很奇怪的感觉 担心嘛 接下来要怎么办 要怎么办 很慌 很慌 然后你又出现担忧焦虑 吃东西 你不用什么 你每天都是饱的 因为你没有胃口 你没有胃口 然后就开始出现那些喘气啊 喘门 因为我不喜 我想要我这个感觉 因为我要稳下来我才能够陪他 所以我跟牧师说 我要不要去看医生 就女儿去资商 然后我也去资商一下 因为我觉得这对一个妈妈来说 自己都不容易的 对父母来说都是不容易的 我还跟牧师说 周间的聚会 你统统不要出去 起码有人做伴 帮我跟着一起面对这个事情 但是如果他不在 就是我自己要面对 所有的都是我要面对 他的情绪怎么样 我要面对 可是在过这个关的时候 我自己的心是很辛苦的 是很那种压力那种焦虑产生出一些生理的那个反应 我那个气都喘不过来 在那时候 所以那个感觉很辛苦 吃一口饭你就觉得吞不下去 可是在餐桌上我必须要很夸张的笑 我必须要很夸张的讲笑话 就是要让整个气氛是很好的 因为那个氛围如果不好 就是很容易就会影响他 整个就会 他在那时候很不容易 我必须要让自己强壮 所以在那个时候 初期那个时候 要看神的话也 因为你整个人已经都 黑了就黑了 你整个就黑了 所以其实也读不太进去 你整个都乱掉了 你整个都用的压力太大 太大了 但是我觉得很感谢神 因为我特别很感谢神 在那段时间我们无论的教会 荣心教会 在那时候 因为我本来就带一群带导团队 那群带导团队成为我很大的帮助 所以我到有状况的时候 我就打电话 他们就成为我很大的一个帮助 小小都说 不要说 不要告诉人我怎么样 可是那时候你面对状况的时候 你必须讨救病 你必须讨救病 可是他说不能的时候 你打电话就要偷偷摸的打 而且你们都在家 对那是一个很辛苦的过程 当状况一来不好的时候 我需要我自己一个人 没办法 背后一定要有人托住 而且在你这样的时候 你的体力也很有限 特别在晚上这样子 都没办法睡的时候 我必须在那边一直陪 一直陪的时候 对 所以那时候带导团队 是我一个很大的帮助 很大的支持 还有我的家人 是很大的支持 占有很重要 对 那建宁姐在这个过程当中 有曾经跟巧巧 就是发生什么冲突吗 有啊 因为有时候 我那个压力已经大到 我要这样 嘿嘿嘿嘿 这样子的时候 已经没办法再这样的时候 我整个那个压力 已经到顶点的时候 会啊 我曾经暴怒 你已经在教会聚会 已经一整天了 已经很累了 回来的时候 我知道我另一个战场 是在家里 回来我要一路从教会 可以一直祷告 一直祷告 我随时都在祷告 说啊 等一下回去是平安的 等一下回去 今天晚上会很好 因为隔天又不是啊 但很多时候是在礼拜六 我记得有一个礼拜六 我那天是已经 我快不行了 我记得我拿一个什么东西 敲那个衣橱还是什么 可不可以不要再这样了 每个礼拜 每个礼拜 因为那时候 我已经到顶点 到顶点了 所以是把自己 关在房间里面 做这件事吗 没有没有没有 因为我是在他们面前 因为我那时候已经不行了 我就说好了 可以了 我在想那次 他应该有被我吓到 那次是比较激烈 我自己的情绪 平常我们在互动商上面 如果有怎么样 我们都会道歉 就会跟他一直说对不起 在这个过程 即使再怎样 你必须好好抓住神 特别在他的状况是 当他有一件事情 比较困难 就是他钻到牛角尖的时候 除了早上 晚上这个以外 有时候晚上的时间 为什么他没办法 是一个事情来了 他在那边卡在里面 那我就必须要一直 不断从这个角度 从这个角度 跟他分析 这怎么样 怎么样 一直到 他只要通了就好了 可是道通 这个是一个 很长的过程 一个过程 所以很磨耐性 对 因为他会一个问题 接着一个问题 一直问 因为他在问 其实他就是想要通 他想要知道 他想要出来 所以在那当中 我要一边回答他 一边我的心里面 我要要祷告 我要一直 帮助我 主啊 你给我智慧 然后让我知道 怎么回答 后来是怎么样 慢慢发现说 悄悄的情况 真的是越来越好了 其实看他的 整个过程里面 因为他不是戏剧性的 说一个怎么样 然后就突然间 整个人就好了 那时候我们都期待 可以这样子 所以赶快神迹出现 神的金手指 对 那时候想说 他如果 好了 那我跟牧师说 这样要办 因为那个困难 实在太大了 但是过程当中 看见他的 一点一点 我们都要一直的抓 你给我策略 给我方法 怎么样可以让他开心 神给不同的方法 因为后来我们就决定 我们不跟他谈科业 什么都没有 所以他完全 你说自学 那个不是真的 不是 不是真的上课 不是一般的 那样的一个自学 可是他学了很多东西 对 另类的学习 他不读书 不是干嘛 都没有关系 都没有关系 只要有任何方法 可以帮助他开心就好了 他可以顺利 所以从一开始 国一那时候开始 我想 好 那时候是麦当劳 因为平常很少 让他们吃那个 麦当劳 好 这样他就开心一下 但是现在这个 好像有点失效了 人家不断的在一起 出来 那现在我要 怎么帮助他 用哪一招 那时候就对我们 在跟教导上面 什么很大的一个改变 只要能够让他开心 后来他就喜欢做蛋糕 烘焙 因为我是不会做蛋糕的人 但是开始每天 我们家每天在做蛋糕 他每天做蛋糕 他享受在那当中 享受在那当中 从搞不熟 然后到最后 哇他越来越厉害了 可是他在做那个过程当中 他很开心 烘焙的那个器材 再贵都帮他买 他烤到一个烤箱 烤坏掉了 好 再买一个 好 拼图 黏图 这个时候他要做什么 我们就是 好 OK 还有呢 因为他们很喜欢看影片 那看影片 可是从小在看的时候 这个都是有选择性的 所以在这样的时间里面 我真的相信说 喜乐的心乃是良药 所以你只要让他开心 他开心 他就有进步的空间 如果在这样的时候 我们还 你怎么这样 一直说他 一直练他 这对他完全是没有帮助的 所以要做的就是 让他开心 因为神的话是这样说的嘛 喜乐的心就是良药 我真的体会到这一点 所以我们呢 每天呢 就是做蛋糕 看电影 然后画画是不是 对对对 这就是我们 然后那个影片 都是开心的 而且有正面意义的 我跟牧师联合 我就陪他 看了好多影片 对对对 牧师不能陪 我就是我陪 就是因为在这当中还要回应 看影片会 在家里会有这样的互动 在这里面学到什么 看见什么等等 所以这一段时间 要帮助他 主要就是让他能开心的 平安的度过这一个过程 然后看他的进步是渐渐的 你不是看到他有没有回学校 或者他有没有读书 有没有怎么样 不是这个 而是看到在一些很小的事情上 那个需要去观察 很小的事情上 看到他有不一样了 你就知道 现在已经又跨向前了 而在这个一个过程当中 因为我们知道 除了神可以帮助他 他们从小就养成 有每天读经的习惯 就都有灵修的习惯 从小一开始 就是固定的 所以一直到那段 还是一样都是这个 因为这个没有就没有了 你没有神 你什么都没有 所以这个就在他里面 让他的灵 他的加强起来了 让他提升起来了 所以你们平常 也会彼此分享说 我今天在圣经当中 读到什么话 我觉得神对我说什么话 这样子 对跟他背话的过程当中 会有什么妈妈的 什么的经历 神怎么说 什么什么怎么样 很重要是鼓励他 自己要再跟神的 那个关系 瞧瞧他后来 18岁的时候 他也决定要去考大学了 他决定要重返校园 他怎么跟你们提出来的 其实他国三那个时候 去过一次印度 在高中的时候 去美国 自学嘛 所以你的时间就比较自由 去美国那个时候 是高二的时间 回来他就有点 越来越不一样了 他那时候 他已经都在预备好 预备自己 就跟他讨论 你想要哪一科啊 跟他讨论 后来他真的就是决定了 还是一样美术 那这样子就要 就因为他停太久 太久 没有画了 他画是平常 自己插画那种 可是正科的那一种 他已经完全停了 什么树苗 什么说水彩 那个全部都停了 然后科目那个学科 完全都是停的 只有英文 国文 这两科 是有这样子 所以他后来 还可以这么顺利的 考上这一间学校 也真的是很厉害 对 因为他 他就是一个 很认真的孩子 所以当他决定 要考的时候 我们就开始帮他买 评量 以前在家是违禁评 现在终于可以碰了 对对 历见试题 所以他就开始 每天在家里 他就早上 吃完早餐 他就开始在房间 他就开始 谢谢 到中餐出来吃饭 完了以后 吃完饭 休息一下 要进去开始读 然后一直到 五点多 告一段落了 完了以后 接下来 晚上的时间 就是电视时间 放松 他晚上就不看书了 他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当中 就是牢起来 开始读 现在乔乔呢 不只是已经很顺利的毕业了 而且呢 他还成为了插画家 在这个社群网络上面呢 叫做乔乔小菊头 金融朋友可以上网来搜寻 可以看到他很多非常可爱的作品 其实我在认识乔乔的时候呢 我真的很难想象 原来他曾经走过拒血针 所以我想 静灵姐 当你看见这个孩子 生命突破了 成长了 他有没有曾经跟你说过什么 让你哇 很感动的话 就是在回顾这个你陪伴他的过程 他曾经跟我们说 他很谢谢我们 爸爸妈妈谢谢你们 没有放弃我 这是让我们很感动的 你就知道说在这个过程 因为除了感谢还是感谢 很辛苦的过程 但是满了感恩 很深的体会 因为若不是神的同在 不是我在陪伴他 是神跟着我们一起 所以若不是神的话 是不可能的 这个过程 所以当这孩子 这样子在说的时候 你心中会感到很安慰 而且刚才静灵姐也讲了 在孩子的面前 常常都要表现出 非常坚强的那个时候 虽然有的时候 还是不由自主的 会在他们面前就崩溃一下 但是很多的时候 你都必须要扛起来 然后要很坚强 通常都是你在面对牧师 或者在面对神的时候 才有释放的机会 是不是 因为在那个过程 因为学习到的功课 那个层面是很广的 所以在那样的一个过程 比较多是在跟牧师 我们会讨论 讨论要怎么样 可以怎么样 方法 对 在那当中 然后心中的那种焦虑 可是又不太去 把这个东西讲出来 因为我知道 我不能一直在这样的里面 我不能这样想 我必须在神的里面 我要用神的眼光 来看整个的状况 所以实际上在这个过程当中 其实慢慢很大 我自己经历到它很大的 开始 开始整个提升起来的时候 是在我自己的里面 我知道 我这个要转 我不能还没有发生的事情 我就先想 今天晚上可能会怎样 就不能负面思考 对 等一下什么事情呢 哇 那又怎样 我开始调整自己 我觉得很大的改变 是我自己 一个很大的一个调整 我开始讲 不会的 没事 不会有事 圣经上说 两个人的见证是真的 两个人的见证是真的 那我要跟两个人 法庭里面是两个见证 就成立了 那我要跟神 跟谁见证 我要跟神见证 还是跟魔鬼一起见证 魔鬼一定是那个的 那我要跟神一起见证 没事 一定会很好的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不太会在这样的一个 就容许自己就是 一直沉溺在那种 很惨啊 很负面的情绪当中 对 你有一个盼望 你有一个盼望 就是紧紧抓住神 那是真的是 紧紧抓住神 我曾经在几个夜晚 然后我跪在床上的时候 然后在那里 抓 因为我一边在 抓 我里面一边在注意 他的动静 我说抓 因为那时候你已经不行了 抓 我依靠你 我那时候看见的一个就是 一条线 像那个猪狮 像蜘蛛 对 这样 一条线 我只有这样而已 但是我紧紧抓住 那个心情很弱 但是我就是没有放掉 我就是紧紧抓住 抓住 因为我知道 我一放掉 我就完了 只能一直不断的在神面前 一直 信心不是一直都很强壮的 没有 有很软弱的时候 但是软弱知道说 在软弱里面 你就是又来到神的面前 我一直相信神是信实的 他说了就一定会做到 他说了就一定会做到 因为他不说谎的神 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 就是去抓住这一个 对神的话 百分之百的相信 这个也让我想到圣经当中 有一节经文 这节经文很短 就是说 信就必得救 虽然很短 但是很真实 是我们可以紧紧抓住的 我想在今天的节目 真的是很开心 谢谢静灵姐 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来分享这一段 很不容易的一个心路历程 虽然说为母则强 但是妈妈毕竟不是钢铁人 我们也真的很需要神 来帮助我们 成为一个更有力量 有喜乐 更有信心的一个母亲 但我想现在呢 可能也有很多的父母 在面对教养子女 陪伴子女的过程中 也是处在那种水深火热里面 你会对他们说什么 而鼓励的话 如果他是一个基督徒的话 我会鼓励他们 真的是神真的很好 不要失望 因为神真的是 使万事互相效力的神 这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很深的一个经历 现在看起来是不好的 可是神这件事情 就是成为他的祝福 他在这当中 就学到了一个功课了 所以我要鼓励 所有基督徒的妈妈们 父母 真的虽然孩子现在怎么样 可能是神使万事互相效力 而且没有一个过程是白费的 这都是为要造就他们 不要对神失去盼望 虽然很辛苦 可能你在你的环境里面 就像哈巴古书说 虽然无法古书不放 可能在这样的景况 但是仍然要因耶和华而靠心还心 因为他是让我们可信靠的 这是对基督徒的妈妈这样说 但是若是听众朋友 是非基督徒的话 我真的是要鼓励你 这个神真的是让我们可信靠的 因为他不是死的神 他是又真又火的神 是让我们可以信靠的 因为他不说谎 他是一个信实的主 是可以让我们依靠的 谢谢静灵姐的分享 亲爱的朋友 今天的节目呢 已经纳入在云彩 非常福音见证 宣教施工当中了 如果你听了觉得 哇 真的是很受到鼓励跟帮助 如果你需要实体的CD的话呢 可以来电跟我们索取 那当然如果你对于静灵姐 刚才分享的这位神 你希望多一点认识的话呢 我们也有一个课程叫做 就认圣经韩寿学校 欢迎你来参加 那如果你要索取实体的CD 或是参加这个课程 可以跟音如联络 电话请播 0227541144 来信请记 台北邮政44-80号新香 那原彩分享这个节目呢 我们在官网 微信跟APP都同步播出 再次的感谢静灵姐 谢谢你的来到 而且呢也要跟听众朋友说 今天因为静灵姐分享的 就是女儿乔乔的拒学症 而您怎么在旁边 一路来陪伴她 那其实呢乔乔呢 也是我们云彩飞扬的见证人 她的本名就叫黄乔星 不只是从妈妈的角度 一个母亲 怎么样陪伴她的女儿 而一个孩子 当她自己在这个拒学的 困难当中的时候 她自己压力很大 但是这个孩子 怎么因着依靠神 她也能够走出来 很希望我们从 这样激励人心的故事 也带给我们自己 生命有力量 今天的节目就聊到这里了 我们下回空中再见 拜拜 我曾经问自己 这生命有何意义 天天呼吸 每天生活 有何目的 直到我遇到你 当你打开我的心 还知道 我需要 你的爱 天天充满我心 又喜乐 又盼望 有你在我的生命 便不一样 因你是我依靠 我盾牌 主耶稣 你是我一生的主宰 耶 你是我的救恩 我的力量 我要陪你更新 被你充满 我要不停赞美 不断松扬 I will love you forever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